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据市场分析公司Strategy Analytics所告称 2019年第二季度智能手表出货量唯一 200万只同比增长44% 调查机构IDC发布市场预测 在2022年智能手表的全球出货量 有望达到1.904一台 全球智能手表市场正在经历一波又一波的增长 而在这其中苹果品牌商品仍处在较高的地位 对验证分析公司的报告数据 敦煌网特意去Google查了近5年以来 从用户的搜索趋势上 基本与smartwatch销量一路高涨的态势相吻合 如下图 数据来源 Google Trends通过Google数据 能清晰了解目标市场以及怎样去配置产品系列 可以说目标非常的明确了 结合以上数据 敦煌网平台不断寻找内外部推广机会 现阶段已取得较为不错的成绩 月GMV较年初增长了51.5% 如下图 下一阶段敦煌网的目标是smartwatchstraps 突破月GGMV百万大关 正所谓冰马未动 羊草先行 敦煌网发起招募smartwatchstraps商品 无限于功能 花色 材质 个性等维度 只有更丰富的产品才能承接更为丰富的市场需求 以为接下来的时间 Wearable Technology类幕能有更好的表现 带给卖家更多回馈 产品上传路径 手机和手机附件 Cellphones and Accessories 大于可穿戴设备 Wearable Technology 大于智能穿戴附件 Smart Accessories 请选择下几类目 敦煌网行业扶持政策 1.指导店铺及产品优化 帮助卖家完成店铺 N.产品定位 发掘店铺热销品 提供店铺及产品优化建议 2.流量扶持站外推广站内流量 享受免费站内资源位 如首页 行业DCP页面 大促展示位等 站外推广 BBM Google Shopping 联盟等渠道推广资源 Social推广 热销品及区位视频 可提供Facebook Instagram及YouTube推广 网红合作推广 3.平台内容不定期分享行业新动态 近期热销品及趋势 平台最新规则等 查阅此处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轻松开店 跨境干货一网打尽 文章来源 尊华网